李公子 李公子快起来了 林将军来府上了 大清早的他在蒙府上做什么 李公子你忘了 今日楼和两家大欢 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 这会儿正在酒追趟 等着你呢 来 林将军到 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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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二公子 恭喜 阿瑶 祝你和昭君阿子永结同心 百年好喝 听闻圣上前几日 给你与林将军赐婚 也恭喜你们 少商军换郎婿倒是快呀 才几天功夫 又定了他人 于你有何干系 不曾想敢作敢为的成娘子 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 老二公子 还请带我们入席吧 阿瑶 此处交于我 你带贵明兴去吧 单见雄 林将军 请跟我来 少商的话 还是我来吧 阿瑶 我来领少商妹妹去匿圈处吧 受伤 走吧 我这一生 出嫁两次 第一次洗袍加深 家破人亡 第二次热笑成婚 不能吹打明经 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 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些场面 只是我没想到 你也会来 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 受伤 我还是要谢谢你 把阿药还给我 说非因为我 你也不用驾驭临不营 我还以为你要说 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早知有这门轻事 为何不早些退清 灵不宜心黑手狠 叫他算什么大便宜 当初我在冯一军 曾亲眼见他审讯 现在想起来 还是身心发寒 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 万事由他 怎的身上力气这么重 像身负血海深仇死的 那不是力气 那是杀气 他是将军 很也很对的地方 你这般维护灵不宜 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 我当初年轻气生 不懂得看人 经过此事我才明白 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 要心地柔软 温厚才好 至于你 也算半个后导人吧 差不多这个 好 不要 有 不要 不要 有 我 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兄长 这边请 未曾想到 几日未去陈家讲学 少商便与凌将军澄清了 好 日后臣家的功课 交给我便可 不必麻烦袁公子 不过若袁公子 赴贤家中实在无聊 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 省得天天盯着 女娘们的婚事 不必了 恩师皇甫仪已见我入朝 日后 我与凌将军便是同僚了 凌将军放心 我若是闲了 定会去找凌将军的麻烦 不 是麻烦凌将军 不麻烦 待我与绍商成亲的时候 定请袁公子 来喝杯喜酒 说到喝喜酒 上个月 我还以为今日喝的是 绍商与阿瑶的喜酒 可见这亲事一日未完婚 便是一日做不得数啊 任公子先是任陈氏教习 现如今 又来打听我与绍商的亲事 若不是知道你眼高于鼎 怕不是会猜想 你对五父是否有非分之想 程绍商此人 从不屑男欢女爱 他只会经营算计 我平生最看不惯拿婚姻算计的男女 对他 更没非分之想 那这么说的话 袁公子只是针对在下了 我就是想瞧瞧 被满腹坏水的女娘桥上的男人 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 那可真是要令袁公子失望了 我与绍商情投意合 定能白头到老 但像袁公子这般 小肚鸡肠嘴损无德之人 未必能走到那个时候 凌将军 我一文官 必定比你武将命长 情投意合 白头到老 你说这话 自己信吗 两位兄长别瞅了 在我看来 烧商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娘 当然 闭嘴